对于一些重型的复发性口腔溃疡 或者是一些泡枕一样的复发性口腔溃疡的时候 它的疼痛是非常剧烈的 这时候如果我们患者吃不下饭的时候 我们有两种快速的止痛方法 一种是局部的肌底封闭 就是用一种长效的激素和菊麻药物 在溃疡的肌底部进行局部的注射 这个可以快速的起到止痛的效果 但是在进行肌底封闭注射之前 我们需要明确患者的血肠硅 空腹血糖肝宫都是正常的 才能进行局部的封闭治疗 而且局部封闭的治疗药物 要根据它的半衰期来进行决定封闭的频率 所以一些我们在做口腔溃疡治疗的这种规范化的 这种培训的时候 经常会告诉我们的基层大夫 如果你使用的是第四米松的这种激素之际的时候 进行局部封闭的时候 希望大家要注意它的半衰期 它可能需要你每天都进行注射才行 但是如果要使用康宁克通这种激素的话 它的半衰期是一周左右 所以康宁克通进行局部封闭治疗的时候 我们需要间隔一周进行局部封闭的治疗 而对于复发性复方贝特米松注射液的这种激素 它是一种长效激素 大概它的半衰期维持在15天左右 那么我们进行局部基底封闭治疗的时候 就需要半个月进行一次 一般来说三到五次是一个疗程 这样可以快速地抑制溃疡的疼痛